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他做完之后 然后他要输出 要列印 要另存等等 要寄给人家之前 他可能需要做一些框线的设定 他就是说 其实他都会了 但是他就是不会框线 所以框线里面 他问我说 那他也翻了很多书里面 也没找到框线什么样 所以比如说第一个 我这边有几个按钮 1 2 3 4 5 5个按钮 那做什么效果呢 第一个 我如果要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加一个框线上去就好了 那这个框线的话 当然可以分几个阶段 1 加一个实线 实线就是把 这个因为边界 其实是有划到线 第二个的话清除 恢复 加框线清除 OK 那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刚刚有用 刚刚是针对某个储存 一个储存格 做框线 如果你是一个范围的话 其实你就是 把那个 sales 改成 range 就可以了 那 range 从哪里呢 从 A1 冒号 到 G7 给他一个范围 然后点什么 点 boulders 再点 color 有没有 不 更正一下 还不是 color 点什么 lifestyle LightStyle LightStyle就是说 它的那个线条的样式 那你给它什么 连续的样式就好了 这个连续的样式 就是有那个线帮你画上去的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除了要线之外 还要红色 像这个 怎么加上去 它有个清除 清除刚刚有讲过 就是什么 ColorIndex 有没有 等于 XLNum 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的话 当然除了加线条之外 还要加粗线条 像这样子 线条能改它的粗细 OK 最后就有同学 也问了一个更厉害的问题 它是说 一般的那个表格 没那么简单 它这个表格 怎么样 因为我们之前 刚刚做的是都统一的 都模一一致的 它是希望 怎么样 这边 蓝跟裂 是画双线 这边垂直是画双线 其余的画单线 那怎么做 类似像这样 这边有个 框线 红色的双线 这边是双线 其余的是单线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程式并不复杂 观念很简单 第一个 你要用的是哪个物件 就是Range 范围 Range 哪个范围 A1到G7 后面就是做后续的叙述 那哪些叙述 我们一个来看 第一个 加实线 这个加实线 基本上 密码 因为我之前写好了 那这里的话 当然 在云端上也有 其实就一行程式而已 这个地方的话 在云端上 你们可以找一下 那我就插入一个什么呢 加框线实线 然后我就是Range A1 有没有 特别就是前后 一定要加双一套 因为Range的话 它表示方式很多种 那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个范围 后面的话呢 当然 不过Range跟Sales 最大的不一样是 Sales加了框线之后 加了外框 点下去不会出现 但Range 它还是会出现 所以Range不用像 Sales要先打Sales点 不用直接打 打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我要针对什么 它的那个外框 所以外框的话 不用背 反正你就记得是B开头的 背不起来没关系 像我习惯 我都是知道头就好了 后面一串啊 那怎么背得起来 而且不要去刻意去背 不然的话很累 写程式这样背的话 你一定会讨厌它的 你要想一个 你不会讨厌它 但是又可以把程式写得 又快又好 又正确的方法 这招是一定要学 而且VBA都会有 除非你点下去 没有 表示你自打错了 像之前有同学 Range打少一个1 其他都没有错 它点下去 没有理你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自拼错了 OK就是这样子 没别的答案了 OK 之前有同学是打什么 Sales少一个S 也点下去 一直点点不出来 你少一个S 怎么会点得出来 OK 所以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然后呢 你就去验证 点下去 然后你有的话打个B 大小写都没关系 点它两下 这样子程式保证正确 所以我有时候 程式为什么写错 其实都是那些小细节 你慢慢写没关系 不用急躁 也不要去背 一定要你用你的逻辑 去理解之后 那些东西都会在你的脑海里了 它就不会是硬是硬背 硬背一定会忘记 那这些都是理解的话 那因为我要是Bolder的Color 不不跟这样 应该是它的线条的颜色 所以是Light Style 不是Color Color是第二阶段 先 那等于什么呢 因为它有很多种线 什么线呢 你可以看 这边里面 我先清楚框线 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会发现 在这边有一个线条 有没有 其他框线 那它其实Light Style 就是样式 这个 它有这么多 有虚线 有实线 还有粗 还有细 有没有 那这个线条 它怎么去称呼它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其实交过一个方法 以后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 一样按F1 从哪边去找 这边的话 比如说我刚刚打了那个Light Style 我打了那个Light Style 从这边有没有 你就Light Style上面按F1 因为我不知道后面要加什么 有实线有虚线 可是我拼不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一般属性 它都会有跳出Light Style 相关的样式在这里 所以你直接点这个连结 点下去 它就会有一个清单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呢 要是实线连续线 其实实线就连续线 那你就加这个 或者是加E也可以 那这两个呢 当然我比较推荐用前面 因为前面的这个 这个要常数了 常数的名称 会比较看得懂 但是你如果用E的话也可以 可是将来你会看不懂 这到底是什么E E是什么 不知道 你可能要查一下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那就是实线 虚线的话就这一个 看到没有 然后还有什么呢 点状线就这一个 那如果我只要实线的话 我就直接 Ctrl C 对吧 然后呢 就把它贴到这个后面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实线就完成了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 再复制贴上 其实在这个后面怎么写 其实就是把这个 再复制贴过来 那如果你要红色的话 你后面再一个红色两个字好了 我习惯 这样红色 然后呢你就是在这一行下面怎么样 复制好了 用它了 然后把这个Border的连续线改成什么 改成Color OK 所以这边的话 Color等于什么 红色 RGB 这个一定要记下来 反正VBA里面 RGB就通通搞定 所有颜色 OK 然后呢 颜色 红色255 豆点0 豆点0 这样的话就OK了 好 红色 所以这两个做完之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有线条 有没有 然后呢 清除这个等一下 清除我是没写 那清除如果你不会写的话 其实就是把那个 刚刚那个加上去 然后红色 那再来等一下再看 红色粗体 粗 线条的那个粗细 然后呢 再最后就是 要怎么样把那个 这两 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变 双线 其他还是维持 这怎么做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完成那个 加框线 那第一个底线就实线 再加实线红色 等一下就是再加上那个 红色可能出线 那也许就再来双线 那这些东西我想 应该也蛮实用的 如果将来你要 在输出报表之前 你可以快速的 把所有你的工作表 就画成你要的表格 再去列印的话 那少了很多的动作了 所以其实一个一个一个 有点像一个部分一个部分 全部把它合在一起 其实就可以让你一键完成 等于是所有的报表输出的动作了 那就是一个拼凑 将来其实甚至也可以用 今天讲过用扣 扣就補脚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整个全部都输出了 你们都会用扣的 都会用扣的